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就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和大家介绍了新西兰南岛的瓦纳卡 那么瓦纳卡作为新西兰南岛的一座 非常受到欢迎的滑雪和夏季的度假圣地 在冬季是很多滑雪爱好者 甚至是专业运动员必打卡的滑雪圣地 没错 古爱玲就是其中之一 而到了夏季这里更是风景绝美 群风环抱下的瓦纳卡湖和瓦纳卡镇 既有皇后镇的探险的氛围 也有些许额外的这种休闲气息 而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二站 就是从瓦纳卡出发 然后驱车15分钟 就可以到达的风景优美的 Lake Haviyah湖 它是位于Makarora和西海岸的公路上 这里的风景也是相当的秀丽 山巒起伏 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垂吊圣地 那么Haviyah湖是户外探险者的天堂 绝对不为过 您看在这里划船 还是游泳 冲浪 或者是骑马散步等等 您能够想象到的这些户外的活动 都可以在Haviyah湖享受到极致 那么在Haviyah湖 还可以欣赏到周围山峰的壮丽景色 而且在湖边乘个梁 那是特别理想的避暑的方式 可以想象在这附近安家得有多幸福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同探访 坐落在Lake Haviyah这里的22号 Timmeroo Creek Road Central Otago 感受壮丽的湖景和宁静的心灵气息地 在这座精心打造的湖畔之家 您可以尽情地沉浸在湖景的宁静之中 湖畔之家位于一片超过一英亩的土地上 四周环绕着农田 坐落于巍峨群山脚下 更是深深地融入了享誉世界的Haviyah墓场 这片墓场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 做出的成就而著称 这里让您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宁静 却无需付出经营农场的劳累和成本 这栋建筑由专业建筑师设计 以简约和可持续性为理念 充满光线的三居室美宅 是您逃离城市喧嚣 放松身心的理想之地 围坐在壁炉旁讲述故事 在湖中游泳 或是躺在阳光下阅读一本好书 想想都是惬意无限 这里风景如画 私密而宁静 是与亲友一起创造美好回忆 清静大自然的理想之地 目前这处房产是寻求奢华住宿客人们的最爱 并且在2023年荣获康泰纳市旅行者金奖的 可持续发展类奖项 这是新西兰唯一获此殊容的房产 全球仅有四个项目获此地位 对于有幸的买家而言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仅可以买下精心打造的湖畔之家 更可以拥抱与之相伴的独特体验 如果您热爱荒野 喜欢远离城销的徒步旅行 狩猎 钓鱼 或是山地骑车 那么这片面积达到6500公顷 包含山脉河流和斯嘉湖岸的秘境 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独特机会 而且土地产权尚未颁发 如果有需要的话 土地面积可以进一步扩大哦 这对于很多想要投资的朋友来说 是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呢